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立人天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做人非常的节俭 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遇到一位先生跟他说 你的外大本要用什么铁质 钢质 还有分什么金色 金质的最好 这样才能够会赚钱 所以欧巴桑他就烦恼和老先生两个到宣伙室来问我 我说大本要坚固就好 颜色不要很深 颜色比较清爽的就好 资料你也不必说我要多少钱 那么这一位老先生他说是啊 这个门我问他 那个先生说这个一个门做起来 按照这样就算起来要15万 我下辈子才来做好了 但是烦恼了很久 我说老先生啊 不是这样啦 门的方向要纳气 要纳气的最重要 门的资料 坚固就好 不要说风一吹 门一关 耳耳晾朗朗 若是门一关的 耳晾朗朗 那你的事业就 还会不顺咯 工作会不顺 出外会不顺 口角事会一大堆 这一位先生 我现在的门就是这样 耳晾朗朗 所以事事亏亏很多 做点生意也是做不好 我说你回去 把它请螺丝把它锁紧 就好了 颜色的了不起 把它重新漆一下 比较干青色的 那就好了 他回去 就 自己动手 把它整理好了 就没有那些烦恼 往往很多一些做生意的人 会告诉你要做什么 资料什么资料最好 事实上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经济能力 没有那么好 文只要不要 就粒粒粒粒了 那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文要很注意 如果是文 看出去的龙边 有受损的伤害了 家里的男主人 或者男孩子 比较琐碎多 出去虎边 坏了 你赶快修理 不然家里的女子人 就会受伤害 无意中会有一些 那我们把它锁好就好了嘛 有其形必有其零 有其零必有其硬 即胜或福 在我们每个人的 认知 所以风水学奥秘也开始说 念的大门 资料不拘 没有拘束 任何资料材料都可以 只要 主动颜色和坚固 还有坚固 很重要 所以今天特别为这个事情 过去发生很多有疑问的 我就把它写在这一本书上 写在这本洋仔风水学的奥秘 这本书都在送了 只要有缘 很诚恳的来情 我们都会送给各位 只要大家 有那个心 有那个缘 大家都平安 我们就很高兴了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